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定要背首 不然参加法科考试你连资格都不用谈 但是不要死背法条 当然今天就是各位同学来上我们票据法课的一个最重要的功能 就是我要用理解的方式来带各位同学来理解怎么学票据法 我今天第一堂上课的一开始我有几个重点的提示 来跟各位做一个报告 所以从票据法 我们先从试题来看重点的趋势 我知道我们票据法有四个章节 第一个是通责 第二个是汇票 第三个是本票 第四个是支票 我们除了金融计策以外 当然还有各家银行 听好同学各家银行的考试 票据法考试的题目的比重 我们这个是个平均词 不是很精确 是个平均估计词 同学 原则上通责大概占33% 相当高 将近三分之一以上 然后汇票是34% 也是三分之一强 对不对 剩下来就是本票跟支票 本票的条文很少 而且124条准用了很多汇票的规定 所以本票的部分 大概比重只有占10% 那支票是23% 支票因为它有一些特殊性 它的性质是支付证券 不像本票跟汇票是信用证券 所以在支票的一些特色上面 它有一些特别规定 所以它的比重会比本票多一点点 好 这个是我们先各位做这个历届试题分析 从历届试题里面来看 我们票据法各章节的一个比重 做一个分析 第二个就是考题难易的类型 那我个人 我自己学习票据法 那但因为我是本身是法律系 法律系然后毕业的 然后加上就是 我也是律师高考 但我们的司法特考都有考票据法 那所以这个部分 我也是身经百战了 那再加上我后来 从事这个补教业 那要就是一定要深入这个票据法的 一些考试的这个类型 那因为你们考题的部分是才选择题 所以我后来去比较了一下 大概票据法的题目 大致上可以分成四种类型 第一个我们从最简单到最难 最简单当然是基本简易题 什么叫基本简易题 那就是你把法条背熟 背熟大概就可以拿到分 比如说像这个票据法的 这个规定的利息是多少 这个就是一个你会有背就是有分 你没背就是没分 这个原则上就是这样子 那个法条记就看各位自己的功夫 但这不会是在我们上课的时候 你们自己回去背 不用在我们上课的时候 浪费时间带各位这样子去看法条 再来第二个层次就是四评八文 也可以就是难易适中的题目 什么叫四评八文 难易适中 基本上他考的就是观念题 那什么是观念题 那比如说证券的文艺性 证券的独立性 票据的独立性 什么叫票据权利外观原则 票据权利有效原则 票据客观检视原则 什么是这个 这个人的抗辩 什么是物的抗辩 什么是票据的善意取得等等 这些东西你有时候你背了法条 你光背法条 你没有真的去懂它 题目变了 它来问你 你其实也是不会 所以这种东西 它就考你观念清不清楚 然后像禁止背书转让 禁止背书转让以什么为前提 以记名证券为主 前提是以记名证券为主 那它如果设计一个题目 它设计一个例子 那告诉你说 这票据它是交付给你的 票据交付给你 那它这个题目到底是 有记名证券的还是无记名证券 你搞不清楚 所以这个就是考你一个观念的一个问题 这个我们从这个108年的基测 我们会带各位看一下 108年基测 同学如果你有去年去考过这个题目 前年考过这个题目 我相信你应该听过 好像很多老师 对这个108年基测题目 有很多批评 那同学我是觉得 就是说不用太 因为我觉得出题老师也是很有心 只是他没有把题目出得很周延 出得很好 没有关系 我等会会带各位看一下 那些比较有争议性的题目 在我们后面的二三堂课 大概背书那个章节我会花很多时间 来跟各位讨论 这个是第二个 四评八文难以适中的观念题 第三个就是高难度题 什么叫高难度题 我刚刚已经有点破梗了 就是实例题 那这个实例题本身它的多样性变化性 很复杂 所以我们上课原则方式 就是用实例题的方式来带各位上票据法 我会用画图的方式 所以同学呢 这个你放心 那这个如果你可以的话 我们讲义上应该是从这个 我们讲义应该是从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会票开始 会票开始应该就帮各位做很多的图形的 这个这个讲解 那当然前面的通则的部分 如果没有的话 我在版书上有写 那同学麻烦你在旁边 就还是做个简单的笔记 回去你可以做一个复习 作为你方便的一个复习的这个参考 好 那再来呢 最后就是实物见解题 实物见解题 那实物见解题 这个就是真的是高难度的一个题目 非常非常高难度 那就是你有看有分 你没看就没分 跟背法条一样 可是问题是 你怎么知道哪些实物东西 是重要 所以同学你放心 老师上课 这是老师的责任 老师上课会带各位去看这些实物见解题 我卷个 这后面会提到的 我先破个梗 比如说什么 空白授权票据 比如说什么 公式催告 这些都是很多 是实物上它发生的问题 可是在票据法上 你找不到答案 然后后来他们在司法界 他们可能开了一个座谈会 或者是法院 最高法院有些判决或判例 对这个问题做了一些统一的解释 那以后在金融界 或者是司法界 他们都一体适用 那这些东西可能不会行诸于法条 那我们会在这个讲义的部分 一个一个帮各位做一个介绍 好 那我们再先来第三个重点 就是要刚各位报告 那个各章节的重点 我们先跟各位讲一下 通责的部分 那各位同学听听就好 第一个就是当然这票据行为 在通责的部分 票据 我们会介绍票据行为的特性 这是它的第一个重点 再来就是票据行为的要件 你看我们讲义的目录 前面的那个编排的方式 你大概都可以看一下 票据的丧失也是重点 还有票据的善意举得 我刚刚前面有提到 再来票据的抗辩 跟票据的时效 这些都是在第一章节的部分 都是属于重中之重的部分 所以我们今天第一章节 同学我们大概通责部分 可能上不完 我们大概可能是上到三分之二 通责的三分之二 然后第二堂 我们四堂课 然后第二堂课的部分 然后第二堂课的部分 大概是从通责的下半 后面剩下来的三分之一 到那个会票的前面的三分之一 所以大概我们的四堂课的重点 都是集中在会票跟通责的部分 那本票跟支票相对来讲 我们的上课比例时间 会比较压缩一点点 因为它有很多规定 是准用的规定 好 再来我们看会票的部分 那当然是发票 背书 背书连续 我跟你讲 好同学 我自己上课 我自己学票据法的经验 乃是我参加考试 乃是我教各位同学票据法 我发现各位有一个 学习票据法的盲点 很大的盲点 我不只是在台北班发现 桃园班也有开票据法 我发现底下同学 真的都有这个盲点 每次我教到票据的 背书的连续这个问题 我后来发现 原来很多同学 是懂非懂知道吗 后来我在课堂上 我真的用图画给他们看 他们才豁然开朗 那这个同学你不用急 不用急 这个部分我们上了背书的连续 我一定会 我一定会帮各位做一个很完整的介绍 你如果背书的连续 这个东西你不懂 你票据法 你是功夫不扎实 很多观念你一定是没有念懂 那你如果背书的连续懂了 你可以说是票据法 这个东西任督二脉你也就通了 所以这个部分是很重要 尤其背书的连续 还有背书的禁止跟限制 乃至成对这个部分 保证付款 所以所选择都是 第二章节汇票的重点 那第三个就是支票的部分 我们为什么跳到支票 支票的比重相对来讲 是第三重要 支票的话就是发票 还有平行限支票付款等等 这个都是支票的一些重点 最后是本票 本票倒没有什么特色 他唯一的特色跟法律有关 就是本票他有一个123条的 直接强制执行的一个权利 也就是说我们比如打官司 你通常如果有人欠你钱 你要跟他打官司 你要跟他打官司 通常有一审 二审 对不对 那如果你金额还超过 大概一个门槛的话 你还可以上到第三审 不管你谁胜谁败 任何一方败的人都可以上诉 可是要到最后判决确定的时候 你要判决确定胜诉的时候 你才可以申请强制执行 对不对 可是本票不一样 你本票的时候 你只要拿到这个本票 纵然你们之间没有 这个债权债务的关系 你还是可以直接申请强制执行 这个是一个很强很强的担保性 本票所以不能乱签 你看你到银行去贷款 他一定会要你签本票 对不对 地下钱庄也一定会要你签本票 为什么 因为本票的这个强制执行性 这个信用担保性非常非常的强 而是其他两种票去做 没有的一种特色制度 这个地方 我也会跟各位再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好 我们简单的介绍 前面的这个一些重点的部分 那我们现在开始来上 我们的票据法的通责 好 同学我们来看一下 我的通责 在上课通责之前 同学我有一个观念 我们说过我们要画图给各位同学 那我们不是真的画什么图 只是一个示意图 大概同学理解一下 同学你们看过这个春联 对不对 春联是这样子 对不对 对不对 然后旁边这是直联 这是横联 对不对 你就这样想象 票据法整个架构就是这个样子 那旁边这个左边的对联 要写什么呢 好 你可以写上 促进票据的流通 出封票据的流通 这个观念要掌握住 为什么 因为从你们后面 后面的这个很多很多 票据法的规定 都是根据这个东西 票据的流通 好 保障 这边保障交易的安全 这个本来等一下我才要讲到 但是后来想想 我还是第一堂课 就先破题 好 这个部分 同学原则上 票据法的立法目的 听好 立法目的不出这两个东西 立法目的不出这两个东西 促进票据的流通 保障交易的安全 这两个东西 在你法条上 你看不到了 你看不到了 有些文字上他会看到 好像比如促进票据的流通 这个 但是呢 我们很多的立法的 这个票据法的这个规定 它的背后的立法里 无外乎就是这两个 精神 衡量填什么呢 文艺性 文艺性 跟什么 无因性 从文艺性 无因性呢 这个本身 它就可以衍生出 我们票据法的很多很多 形形色色的规定 好 那我们现在开始 我们要来介绍一下 票据的种类 那我们刚刚跟各位报告 你看我们票据法 第二条 第三条 第四条 我们票据有 有哪几种票据 我们票据法有哪几种票据 根据我们票据法 里面已经有的规定 只有三种 只有三种 一个是汇票 一个是本票 一个是支票 对不对 同学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股票也是一种票据 对不对 股票也是一种票据 但是它不归我们票据法所管 那跟我们的票据法里的票据 有什么不同 等一下我们会提到它的性质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汇票是什么呢 我们一样用话图的方式 在此之前我们先看一下条文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票据法第二条 我们讲义就帮你付上去了 那你要看法条也可以 麻烦同学你看一下 来看一下票据法第二条 称汇票者为发票人签发一定之金额 委托付款人于指定之到期日 无条件支付与受款人或持票人的票据 同学我可以麻烦你 你要拿荧光笔也好 红笔也好 什么笔签笔 什么管你的 你麻烦你把它画个重点 你把一定之金额画起来 这是关键字 这是关键字 同学背法条要把那个关键字抓出来 你不要死背法条 第二个委托付款于指定的这个到期日 到期日麻烦你把它画起来 这是第二个重点 这个条文第二个重点 第三个是无条件支付 你把无条件支付画起来 什么意思呢 同学我们来看黑板 汇票来 假 是发票人 他签发了一张汇票 签了一张汇票 给这个受款人饼 饼是受款人 对啊同学 你们问我问题的时候 拜托不要急 因为我不晓得有些同学 他可能之前有念过票据法 他比如说我在讲到那个 前面的时候 比如第十二条 会讲到那个保证 什么什么类似这样的观念 他就会跑来问我 是什么叫保证 然后呢 或者这个后面的 这个债权转让 什么期后背书 同学不要急 我还没有讲到那个地方 讲到那边我会讲得很清楚 不要急 他一直来问所以同学不要急 我们按部就班的来 我知道同学已经念过了 所以同学慢慢来 因为大部分同学 我们还是要按部就班的来上课 不要跳来跳去 好 这个是受款人 饼 来 我们再来 那当然 另外还有一个付款人 这个是会票的一个原则上的法律关系 如果付款人 不要说以了 我们看一下付款人 那如果今天 今天了 今天贾签发这个会票给丙 他委托一个付款人 在指定的到期日内 请他支付一定的金额给丙 那么贾跟这个付款人之间 在我们民法上面 听好好 民法上面 他们存在的一种法律关系 什么法律关系呢 委任的法律关系 委任的法律关系 因此贾会委托付款人 你到期日的时候 你要帮我支付一定的金额给丙 听懂这个白话文的意思 听懂 好 那这个付款人呢 付款人呢 好没问题 如果今天有另外一个第三人 乙是付款人 这个没有问题 所以贾跟乙之间 就存在了一个委任关系 听懂吗 付款人这样好了 我先这样区分好了 区分 这个付款人有可能是一个 同学没有念过法律 没有念过民法 没有关系 他有可能是自然人 有可能是法人 同学知道什么叫法人 自然人就是我们 像我们在书各位都是活人 自然人 不管是男女老幼都是自然人 法人他不是活人 听懂吗 但在法律上 他视为一种人 是拟制的一个人格 好 像比如说公司 这个公司 这个像这个社团 这些东西都是 这是属于法人的一个概念 像银行 像银行 比如说像银行好了 好 再来 如果是自然人 那我们还可以区分 区分 如果今天假委托的是 另外一个第三人 他人 乙 没有问题 假跟乙之间 就有一个委任关系 听懂没有 但是这个付款人中的 这个自然人 听好 付款人中的这个自然人 他可以是自然人 也可以是法人 但在自然人中 如果今天他委托的 不是其他的人 他可不可以委托他自己 可以 委托他自己 如果他委托他自己 听好 就是我们票据法的什么 二十五条 第一项的辩识会票 不要急 不要急 同学不要急的告诉我 老师什么叫辩识会票 我们后面讲会票的部分 会跟各位提什么叫辩识会票 辩识会票有四种种类 我们会在跟 四种还是五种 我们会跟各位在做介绍 但是同学麻烦你看一下 二十五条第一项 麻烦你看一下 二十五条第一项 证明我 乔老师没有乱讲 来 看到没有 二十五条第一项 我说票据法 那个条文 发票人得以自己 或付款人为受款人 并得以自己为付款人 把并得以自己为付款人 画起来 看到没有 发票人是谁 对不对 对不对 他可以以 他人以做付款人 但是他也可以指定自己 假自己为什么付款人 如果指定自己假为付款人的话 这个在我们把学理上了 学理上 这个倒不是票举法说一定要规定有这个称号 它是辨识会票里面的 辨识会票里面的什么 辨识会票里面的 挤付会票 对不对 挤付会票 对对对 挤付会票 这些评词很讨厌 真的是 要去记它 我许没有关系 这个名词听听就好了 挤付会票 不要急 这个我们后面还会再提到 你先把这个架构先搞懂 好不好 这样可以吗 好 然后呢 比如说 好 那现在这个是基本的一个架构 那还有呢 还没有完 那现在这个丙号 它是受款人 对不对 受款人 他要把这个张票转让出去 他可以用什么方式转让 交付 还有呢 背书 如果是背书 背书转让出去 也要再交付 背书加交付 应该正确的观念是这样子 如果是背书加交付 就是记名背书的方式转让出去 如果是单纯的交付出去 那就是无记名背书 好 来我们看一下 转让 给丁 丁呢 就是执票人 那这个丙 这个受款人 在这里 如果他是用背书的方式 转让给丁的话 他就变成背书人 好 好 那这个时候呢 丁 在到齐玉 因为这个是一张汇票 他有到齐玉的记载 所以在到齐玉时间到的时候 他可以怎么样去领这笔钱 汇票上的金额 他可以向付款人 怎么样 请求支付汇票的金额 对不对 请求支付 而且在到齐玉的时候呢 比如到齐玉是2021年的4月1号好了 这个时候付款人如果在支票人来请求他付款的时候 他要付钱给他 他要付钱给他要怎么付 要怎么付 他要无条件的支付 无条件 同学什么叫无条件支付 我不管你 你来 我看到票 而且你符合票据法的一切的规定跟格式 还有呢 他的要件 是一张有效的汇票 你来跟我要 我就一定要给你 我不能给你谈条件 谈什么条件 比如今天付款人 假设另外 他不是假 不是假 他是乙 假设这个付款人乙 他假设跟假之间 有什么样的一个债权债务的关系 比如说 假他欠我钱 没有给 他欠以前没有给 他就认为说 那这张汇票我不认上 等这个假把钱给我的时候 我再支付你汇票这张金额的钱 可不可以这样子 不行 反正你不能跟我谈条件 你时间到了 再到夕日前 你拿这张汇票 钉拿这张汇票 来跟我付款人请款 我就是要付款 各位这样可以清楚吗 可以啦 好 这个是简单的一个汇票的架构 可以吗 我擦掉了 因为我们要讲什么 我们要讲本票 还没有啦 本票还没有到 我们还有一些观念要讲 好 同学 那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些观念要跟各位报告一下 那我们这边刚刚跟各位看票局法第二条的到齐日 对不对 这是关键字 也是重点 所以为什么要你把到齐日画起来 到齐日 到齐日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存在 就表示它是一个信用证券 听懂了没有 如果会票 一张票据上有到齐日的话 就表示这张票据是一个信用证券 我这样讲一定还是同学会听不懂 为什么有到齐日就一定它是一张信用证券 因为什么 因为他会相信的就是你发票人 或者是票据上的债务人 在到齐日前你一定怎么样 有这个能力到的时候 一定会付我这个汇票上金额的钱 而且是无条件支付 所以我在到齐日前 可不可以去跟付款人要钱 不行 听懂没有 不可以期前追索 除非什么 除非付款人成对了 听懂意思吗 除非你付款人哪根筋不对 你去成对了 如果没有成对 执票人就不可以在到齐日前去期前追索 同学你不会期 老师我还是觉得你怎么讲的好 我都没有听过 后面的部分追索 我会跟各位很详细的报告 那我是前面先提到这些观念 后面后面的部分 你就会再复习到我们前面讲的东西 你就会豁然开朗 这些东西都慢慢的会越来越熟 那我前面先跟各位解释一下 汇票为什么这个规定会有到齐日的原因 因为它是一个信用证券 从到齐日这个规定 这个制度就可以看出汇票是一种信用证券 跟支票不一样 支票有没有到齐日 没有 你去找会支票的那个票取法的规定 你完全看不到到齐日的规定 当然你会说老师 还有一种叫远期支票 我们后面再提 那是我们实务上一种变相的做法 后来 操作久了以后 我们也就承认它一种方便的一种措施 因为大家都这样搞 后来也就承认这样的一种措施 毕竟它不是一个正常的常态 好 再来看无条件支付 这是第三个重点 同学为什么它要无条件支付 为什么汇票规定说要无条件支付 一般票据上面都会注据 我跟你讲 同学跟我 我先讲好了 一般的汇票上都会 在上面都会记载一个叫做 什么字啊 叫做评票支付 或者是评票欺付 这些字样 听懂没有 都会记载评票支付跟评票欺付这个字样 你说老师真的吗 有人在开一张汇票的时候 会写这么文周周 那么八股的东西吗 同学我跟你讲 你不要 不用怀疑 这些字样 不管它是要评票支付 或评票欺付 它都是无条 翻成大白话的意思 就是无条件支付的意思 但这个不会用发票人去写 听懂没有 发票人不会那么无聊去写这些字 因为我们现成拿到的汇票 都是一个定型化的 一个制式的一种票 听懂没有 它上面就有这些字了 它上面就有这些字 所以你不用去 不劳你费心啦 就是还要再去写什么 评票支付 评票欺付 我记得去年还有同学问我说 老师 你说那个会票的种类 也是一个绝对因记载事项嘛 对不对 你如果没有强调那张票 是会票或本票或支票 那张票就是无效的票去 可是我看很多会票 很多票会票都没有记载那个什么 他这张票是会票 同学你不用只要 这个就是怎么样 这个就是同学可能你没有实际看过 会票长什么样子 所以同学如果可以的话 如果你真的没有看过会票长什么样 你Google一下嘛 请你订阅我的频道